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数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能够留它到永久 直到以前,你将永生给我 短暂静变成永恒 你对我的爱,是天长地久 我真心对你说 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 我愿意为你,放下我自己 每一个夜里,向你清醒 突如影,越亲近你我越爱你 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 我愿意为你,放弃全世界 世上无一人,能够与你相比 我什么都愿意,什么都愿意为你 哈喽,亲爱的听众朋友 非常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 我是天天 这首歌曲呢,是盛晓梅所唱的 我愿意 这首歌其实是著名的歌唱家 也是创作家黄国伦老师的作品 有人说,我愿意 是最美的一句情话 也是最有力量的一句情话 因为我愿意代表着 因着爱的缘故,他愿意改变 他愿意主动,他愿意舍己 或者他愿意付出 不是被强迫的 而是发自内心的为了你而做 所以有人说呢 我愿意是最美的 最甜蜜的一句情话 这也让我想到呢 我曾经看这个 亲密之旅的影片哦 那当中呢就有谈到说 在沟通言语表达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清楚地 把自己的需要表达出来 那现场呢 有些的男士就对女士说 是啊,为什么你们都不愿意 把心里面的需要 真实地表达出来呢 结果啊 有一位女士举手发表说 因为求来的不鲜 她一讲啊 在场其他所有的女士呢 都哈哈大笑 她真是说出了女性们 心中的想法 求来的不鲜 当然这不代表是 我们都不需要沟通了 沟通非常的需要 但是如果今天有一个人 他在你还没有说出口之前 他先看到了你的需要 而且他愿意为你而付出 愿意为你而改变 你会不会觉得 哇,真的是很甜蜜呢 而你真的能够感受到 他的爱呢 希望面对我们所爱的对象 我们可以常常说 我愿意 好,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单元是 Easy谈生活 今天的Easy谈生活 天天想要和你分享一块 震撼世界的墓碑 这个墓碑啊 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其实它只是一块很普通的墓碑 跟旁边那些做工很优良 质地呢 非常上等的那些墓碑 比起来啊 实在是微不足道 而且呢 这个墓碑呢 它没有姓名 也没有出生跟死亡的时间记录 甚至连墓碑的主人的介绍也没有 但是为什么很多人去到那里 他们可以不要去看 那些赫赫有名的 那些名人的墓碑 可是啊 他们却一定要来看这个墓碑 原因是因为这个墓碑上的碑文 深深的震撼人的心 在这块墓碑上面 刻着这样的一段话 翻译成中文是 当我年轻的时候 我的想象力从来没有受到过限制 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 当我成熟以后 我发现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 于是我将目光缩短了一些 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 可是当我年长了之后 我发现我不能改变我的国家 我的最后愿望 仅仅是改变我的家庭 但是我发现 这也不可能了 而当我躺在床上 行将旧幕的时候 我忽然意识到 如果一开始 我仅仅是先改变我自己 然后做一个榜样 我可能改变我的家庭 在家人帮助和鼓励之下 我可能可以为国家做一些事情 谁知道呢 我甚至可能改变这个世界 不知道你听完这个碑文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感受体会呢 有人说这是一篇人生的教义 有人说这是灵魂的一种自省 有一位年轻人 他看到这个碑文的时候啊 忽然啊 好像觉醒顿悟了一般 他就说呢 哇 他从这个碑文当中 找到了改变自己国家 甚至改变这个世界的金钥匙 他就开始改变了 他自己的思想 跟处事的风格 他从改变自己开始做起 渐渐地改变了他的家庭 那后来呢 这个年轻人就开始参与了政治的运动 他也曾经不小心地被人诬陷 成了政治犯 但是他的行动 他的思想 改变了监狱的气氛 而他出了监狱之后 成为了总统 他真的改变了他的国家 而这个当时候看到这碑文 而感到顿悟的年轻人 就是南非的总统曼德拉先生 真的 如果我们想要撑起这个世界 他最佳的支点 可能不是地球 不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也不是别人 而是我们的心灵 要想改变世界 我们需要从改变自己开始 要从我愿意 这样主动的态度开始 在圣经里面 告诉我们说 要爱人如己 爱别人如同爱自己 我们不单是想到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不要把自己不喜欢的东西 推给别人 我们更是要进一步地思想 那别人喜欢什么呢 别人需要什么呢 我能够为别人成就什么呢 我们有一个 愿意主动去爱的一个态度 亲爱的朋友 你愿意吗 愿我们一起努力吧 祝福你 平安喜乐 我们下回空中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